6月20日的央视军事新闻中突然公开了歼20战机在中国空军顶星训练基地起飞的视频 这表明该机已经正式的列装到了部队 中国空军顶星是一个神秘的军事基地 它主要担负空对空空对地导弹及空军新型武器装备的试验打靶 是非及星战法的研练和考核等任务 它是空军及科研训练为一体的多功能视讯中心 军事专家指出歼20战机目前装备的数量比较少 在典型训练基地将主要充当蓝军的作用 其真正的用意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提高中国空军的反隐身作战能力 歼20战机担任蓝军将让中国空军获得与美军F-22为代表的四代战机对抗的宝贵经验 而把最先进的战机装备蓝军部队是中国空军的一贯做法 他们将充当魔刀石的作用 歼20战机入列还将担负起研究中国空军隐身战机的使用方法 及其各种战法战术的作用 为将来大规模的列装打下良好的基础 歼20宣告中国空军正式进入了隐身时代 意味着中国将拥有了掌握主动权 抗衡对手的物质基础 未来这种隐形战机的武器体系 可明显提高中国阻吓美国插足与中国相关冲突的能力 不久前火箭军试射一新型导弹的残骸 堕落在中国某地 网友拍摄的照片曝光后 弹体上的几行字母立刻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 也引发了军迷的强烈好奇 微信关注风火军事 回复东风26B 为您揭秘事情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